在上一節的課程中,我們已經介紹了在Drupal 7裡頭 利用Drupal 7本身的管理顯示的功能來改變內容類型的呈現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利用其他的擴充模組 來為內容類型的呈現方法 甚至於是使用者的資訊或者是分類詞彙的資訊等等 做更多更有彈性的呈現控制 不過首先在這一節裡頭 我們先來介紹如何進行這些模組的安裝 在前面的課程中,我們曾經介紹過利用Drupal 7內建的安裝模組的功能 你只要給它網址或者是給它下載後的模組 它就會幫你把這些模組安裝起來 但是在Windows系統中 利用Drupal 7系統內建的模組安裝這個方法來說的話 有時候會不成功 尤其是當你的檔案太大或是頻寬比較低的時候 有時候會安裝不起來 因此首先我們按插這一節課程 介紹你如何手動進行安裝的方式 其實這個方式也就是Drupal 6系統 在安裝模組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同樣也是用在Drupal 7的系統裡頭來 接下來我們要應用的模組 是一個叫做DisplaySuite的模組 你可以來到Drupal 7裡頭尋找 DisplaySuite這個字眼 那麼你就可以找到這個模組 它本身可以針對內容 使用者資訊 Texalami 分類詞彙 以及搜尋 等等的呈現 做出比較活潑的控制 請你拉到下面來 它這裡有寫到 針對Drupal 7來講的話 它所有的功能都已經搬到這個模組裡頭來 在Drupal 6的時候DisplaySuite算是一群模組 因為它下面有相當多的紙模組 每一個紙模組分別做不同資訊的呈現控制 對Drupal 7的User來講的話 這是個好消息 它已經全部包裹在這個模組裡頭來了 然後下面還有提到 Drupal 7的版本需要使用到Kiosk Tool Suite這個模組 這個Kiosk Tool Suite一般也做成為Ctools 它是一個開發者工具模組 方便開發者利用Ctools來控制某些視覺的呈現 這樣子的話可以簡化開發模組的複雜度 下面還有一句話 請你注意到 它這裡有一個all-in-one 就是所有東西包在一起 如果你是Drupal 7的使用者的話 請你忽略到這一句 這一句是針對Drupal 6的使用者來說明的 因為就我剛剛所介紹的 在Drupal 6裡頭Display Suite是一群模組 然後這位作者把它包含在Display Suite這個專欄裡頭 把所有Display Suite的相關子模組全部包裹在一起 我們是Drupal 7的情況下 只要把這個下載下來 然後事先安裝Kiosk Tool Suite 就可以擁有所有Display Suite所能做的呈現控制 這一次我們要的是手動的安裝 因此請你來到下面下載部分 它的推薦版本中的Drupal 7 1.1版Display Suite 然後請你下載這個ZIP檔案 當然它機器也可以 把它下載來以後 接下來請你來到Drupal.org裡頭的Kiosk Tool Suite 這個模組的專欄網頁 我們往下看 這個模組是提供給開發者所使用的一個工具模組 所以對我們使用者 或者是網站的管理者操作者來講的話 是不會直接操作到這個模組 不過這個模組是很多Drupal模組中的底層模組 所以有時候在安裝模組的時候 會被要求指定必須先安裝C Tools這個模組 一樣請你來到它下載中的推薦版本 至少必須是Drupal 7 C Tools 1.0版的α4以上的版本 找到這個版本以後請你把它下載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到檔案總管 現在我已經下載了C Tools Drupal 7 C Tools 1.0版的α4這個版本 以及Display Suite Drupal 7 Display Suite 1.1的ZIP版本 把這兩個版本把它拷貝過來 然後來到你的Drupal網站的根目錄底下 以我的電腦來說 我使用的是TWIMP D703這個版本 進來以後它所有的網站都會放在htdocs底下 我們的網站是MyDrupal 7 進來了以後我們要把它放在 Drupal 7系統規定的擴充模組所要放置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在sites然後all 再來是modules 再確認一下我們的路徑 我們是在TWIMP D703下面的網站 MyDrupal 7 這是Drupal網站 接下來來到sites-all-modules 連到這邊以後呢把剛剛那兩個模組把它貼上來 好在這邊 接下來把它解壓縮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ds也是一樣把它解壓縮到這個地方來 OK現在我們有C Tools跟ds這兩個下載放置進來了 接下來這兩個zip檔案我們就不需要它了 可以把它刪除掉 好現在我們已經把模組放好了 接下來就是到Drupal網站裡頭把它設定起來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網站 回到我們買Drupal 7這個網站裡頭來 接下來從工具列這邊選擇模組 來到下面一點 首先我們先來到Kios Tools Suite這個地方 在Kios Tools Suite裡頭有相當多的功能 最主要我們是需要這一個Kios Tools基本的功能 其他的功能是配合這位作者所開發的其他模組 例如說是Views或是Panels 當你使用Views或Panels的時候呢 還有一些功能還要再把它啟動起來 目前來講我們使用Display Suite的情況下 只要先把Kios Tools這個基本功能啟動起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拉 接下來這裡是Display Suite 在我們把模組放到Drupal的指定路徑以後 然後你在Jupper網站裡頭 來到模組管理界面時 模組的管理會把這些放進來的目錄裡頭的模組 把它抓出來 因此你在模組的管理界面上就可以看到它們 現在我們來到了Display Suite這邊 我們需要把它三個功能通通啟動起來 所以全部把它勾選 接下來按儲存 好現在Jupper系統回應我們 Display Suite已經建立起來了 再來設定的選項都被儲存了 OK在安裝完這兩個模組以後 Kios Tools Suite或者稱為Ctools 這個底層的開放模組 沒有特別的權限或模組設定要操作 而Display Suite它的操作設定項目比較多 我們在下一節改變內容的輸出呈現的地方 用到的地方我們再做說明 接下來請你進入下一節 我們實際上來使用Display Suite 我們實際上來使用Display Suite 我們下一個月之下 才 rejoice